好 各位同學晚安 禮拜六又到了 今天上了很不錯的例行的陳同學的一個Google Meet期刊導讀課程 非常不錯 我們也可以來觀摩一下 總共討論了兩篇 第一篇是Structur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ve Decomposition of Multiview Data 所以你一看到Multiview Data應該就知道應該是GIVE 那個GIVE的一個一種作為企量演算的一個方式 這個我們就不多講 可以看一看裡面的內容 主要是講Shared跟Partially Shared跟Individual的這個Domain 三個Domain產生的這三個不同變化的這個部分 第二篇是Optimizing M是代表Mobile或是你念Mobile Health Interventions with Banner 這個Banner是一種比較新的也算是統計裡面的一種演算法 叫Algorithm 那它是從取名於One-armed Banner 這種吃餃子老虎 拉霸這種可能是它的機率跟演算裡面的一種方式來做為 居家的健康介入的一種穿戴劑的一種提醒裝置 也不錯 內容也蠻好的 好 所以同學有這方面線上的課程的閱讀導讀需求都可以跟我聯絡 我們盡速來安排 那明治科技大學也非常熟練的採用不能上實體課 也可以部分上實體部分用線上課程 有一個Microsoft Teams的課程 所以我這一週的明治科大課程是沒有辦法上實體課在宿舍裡面上線上課程 我只要把這個系統的螢幕上面打開 然後可以到課的同學上實體課 那我在教室裡面也可以把螢幕打開 作為這種混合上課的方式都很方便 所以同學如果擔心疫情 不必過於抗拒上課 怕疫情 可以用線上課程很方便 那像陳同學的這個課程 線上課程上到現在都沒有什麼 技術上會產生的效果上的問題都沒有 這邊提供同學做個參考 那我們也配合政府相關防疫的規定 做實體課程的安排 也沒有問題 你只要戴口罩 社交距離消毒各方面弄好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樣子 好 好 那我今天 其實過得不錯了 下課完了之後 吃了防疫餐 剛剛才吃完吃得好飽 那上午的自安醒之後的早午餐 也吃得滿經濟實惠 營養豐富 把吐司麵包切一半 然後夾花生醬 醬吃其實量就夠了 你如果夾兩片可能量太多了 好會浪費 那喝一杯風力腹奶粉 喝兩杯咖啡 差不多早餐午餐就解決了 吃兩根香蕉 當做水果 甚至飯後水果是一定要的 晚餐可以吃豐富一點 像我今天晚餐吃了 蒸了一個饅頭 跟飯一起蒸 然後呢 煮了 炒了 香菇切絲跟蔥 蔥 青蔥 切成蔥花 然後大一點的蔥花 配兩顆蛋 這個蛋呢 當然是打 打一打打成蛋滑 用鍋子 平底鍋來把它煎成一個 像炒蛋一樣 不用炒 它就是一個蔥蛋 跟蔥油餅一樣的形狀 然後呢 煮一鍋 呃 非常營養豐富的防疫湯 呃 番茄 牛番茄一顆 然後 呃 小白菜一把 然後呢 裡面再加一點 香菇 切絲 炒一炒 等到它的 番茄的紅色的吃 跑出來比較軟一點 丟兩片 呃 這種梅花豬肉片 進去拌一拌 稍微熟了 留一點透的時候呢 倒水 煮成湯 然後呢 湯好了之後 放一點嫩豆腐 呃 切塊 再打一個蛋滑進去 攪一攪 就變成非常棒的防疫湯 那這個我搭配什麼呢 搭配 加勒福對我賣的 這種 麻醬 乾拌麵 用麻醬乾拌麵 加一點 豆瓣醬 然後就吃我剛剛 的這個 炒蛋 應該講是一個煎蛋 吃這個防疫的蔬菜湯 加兩個肉片 吃得好脹 加一個饅頭 這樣子 今天晚餐吃得非常豐富 我現在肚子還滿脹的 哈哈 呵呵呵 所以我決定先來 按照道理講 應該是晚上要做Charlie Mike 但是我們的Tuesdays Bushmory 很久沒做了 所以我休息了一下 八點鐘左右 我們就來 先把Tuesdays Bushmory 呃 把後面結尾的部分 呃 講解完 正規單元的時段 大概九點半十點 我再來做Charlie Mike 這樣剛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之前講到 他第二次去看他們老師 的第二個禮拜二 談論的是有沒有悔恨 人生當中有沒有悔恨 也許你在 平常的時候沒有感覺到 你可能對很多事情 呃這個不爽那個不爽 意見很多 可是等你到了 呃已經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之後 會不會有悔恨 好這樣子 有沒有覺得有些東西 呃應該可以挽回 應該不必失去 但你讓他 失去了 會不會有悔恨 類似這樣的一些議題 好我們繼續往後看 那他 兩次上課之後 他決定定下心來 好好的把後面 有限的禮拜二的時間 好好的當個好學生 上下去 他決心要上課了 前兩次有點玩票性質 後面他說 我還是把他上下去好了 下定決心了 要當好學生了 他 他在第二次上完課 上課的一個主要的重點內容 要上什麼 他把他列出來 所以他就 拿出了記者一定會有的黃色的紙 像計算紙一樣 有一個板子跌在後面 可以撕像信紙一樣 這種數據的紙 拿了出來 然後呢就做了一個清單 把大家一定會爭論不休的 而且不見得有一定大家都滿意的答案 的這些議題跟問題列出來 這些議題涵蓋面很廣 比如說 什麼是幸福 這也可以是一個上課的主題 什麼是年老 Agent 要怎麼去面對這樣的議題 然後呢 要不要有 小孩 要不要生小孩 像現在少子化 已經快人口復成長 這也變成一個在 美國來講 Mutch 當初在決定跟他老師 談一些人生重大議題的時候 他也把他列進去了 到底要不要有小孩 Having children 如果有要怎麼辦 如果沒有要怎麼辦 一直到最後的死亡 涵蓋了生老病死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a million self-help books on these subjects and plenty of cable TV shows and 90 dollar per hour consultation sessions America had become a Persian bazaar of self-help 當然這些議題 既然很容易被大家談論 自然而然也容易找到可能有的答案 比如說你可以在書店裡面 網路書店也好實體書店也好 裡面看到有關這一類議題 上百萬的幫助你可以自己協助自己的這一類的書 立志重書也好 心靈重書也好 多得不得了 等於說你隨時可以找到答案 這樣子 而且也有很多很多的有線電視頻道的節目 也在談心靈成長 談人生的重大議題 這種屬於以前我們講微微夫人 類似這種解答的很多 電視節目也有書也有 報章雜誌也有 這個叫唾手可得 或者你決心要更積極一點 你去做心理治療心理諮詢 心理諮商 一個小時90塊美金的 你付這個錢去上心靈治療課程也可以 都有 一有盡有 你要什麼有什麼 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自我協助 自我成長 自我幫助的集散地了 那個叫Persion Bazaar 表示不缺這類的東西 答案 死服可得 腐蝕可得 腐蝕即得 拓手可得 類似這種意思 那為什麼還要去問 因為他知道 要從一個即將 面臨死亡的 充滿智慧的長者 社會學老師身上得到答案 才是真正能發人聲醒的答案 答案就這麼簡單 我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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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raditional values or reject tradition as useless seek success or seek simplicity just say no or just do it all i knew was this Mori my old professor wasn't in the self-help business he was standing on the tracks listening to dance locomotive whistle and he was very clear about the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 虽然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拿来作为 你心中对于人生议题疑惑的参考的答案 但是呢 仍然不足以提供非常明确的答案 比如说 你到底要去关心别人 照顾别人 还是要照顾你自己内心幼小的婴儿 有时候叫巨婴 人已经年纪一大把了 心灵很脆弱 跟还没有断奶的婴儿一样 还需要你自己去照顾 或是别人来照顾你 所以你的内心有个巨婴在那个地方 你到底要先照顾你的巨婴 还是把心思花在照顾别人身上 这是一个议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要回归传统价值 还是直接视传统如无物 直接把传统当作废物废料 要追求成功 还是追求其次生活的简单化 你要追求成功当然你的生活会变得很复杂 你要追求简单 也许简单就是一种成功 但在别人眼中你可能是垃圾 回收物 这个很难讲 要直接回绝 不假思索直接回拒某一些人的请求 或是说勇敢的踏出第一步 做就对了 到底哪一个是你追求的答案 那Mitch只知道一件事 他当然列了很多清单 但他只确定一件事情 他的老教授Moray 绝对不是那一种 专门从事帮人解惑的这个产业里面 属于这个当中的一份子 他不是社会学教授 靠心理资商提供别人 这种心灵鸡汤 来赚钱的这种人 所以他不是这个行业内的人 刚刚讲了一堆 他大可以去出书 大可以自己开 这种心理咨询辅导 收钱 他可以做很多很多 这个产业别里面的 获利的事情 但他不是这个里面 走这条路的人 所以他不是做这个产业的人 他是什么呢 他现在人就站在火车铁轨上 然后呢听着死亡的列车铭笛 这要往他撞过来 所以他内心的声音传递出来的才是真正 Mesh想要知道的 那个才是正确明确的答案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才是唯一真正的清楚知道 因为他生命就要结束了 死亡的列车铭笛正向他冲过来 他就站在那个铁轨上 听着火车铭笛的声音 就要撞下去了 他现在的处境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是非常清楚 人生当中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 从他口中听到 这些不同人生重大议题的答案 才可能最贴近事实 这是Mesh 他个人的这样认为 事实上也如此 Mesh就是想要知道这么明确的答案 每一个充满疑惑 而且受到折磨的灵魂的人 他所知道的 那个Soul是人的意思 每一个遭受苦难 充满疑惑的人 他所知道认识的 都希望得到这样一个明确的答案 才能给他真正的引导 那这个 为什么最准 他自己就在那个苦难当中 他当然知道 要怎么去面对 那有时候写一些成长 写一些心灵鸡汤的作者 或是编辑群 他本身没有遭遇到苦难 可能赚很多钱 每天大吃大喝 他写的东西 可能没有参考价值 但是卖得很好 行销的很好 也许 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事情 ask me anything Mori always said so I wrote this list Mori在大学 二三十年前 应该讲十六七年前 Mori还在念书的时候 在大学里面 就时常听到Mori讲 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我都可以给你解答 意思是这样 所以他就想说 那我就按照我的意思 把我认为需要探讨的人生重大议题列出来 不必再去问老师要列什么 反正他一定能回答得了 他有这个能耐 绝对没问题 所以他就写了 他个人认为很重要 要跟Mori探讨的一些议题 列了一个清单 好我们看看这个清单是什么 第一个death 死亡 第二个fear 恐惧 第三个agent 年老 第四个greed 贪婪 第五个marriage 婚姻 第六个family 家庭 再下一个society 社会 再来forgiveness 原谅宽恕 最后manifor life 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或是有意义的生活 他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列了九个 the list was in my bag when i returned to west newton for the fourth time a tuesday in late august when the air conditioning at the logan airport terminal was not working and people fan themselves and wiped sweat angrily from their forehead and every face I saw looked ready to kill somebody 那这个清单列完之后呢 在他第三次准备回到他们老师家 在Newton, Massachusetts去的飞机上面 就放在他的袋子里面带着去了 第四个礼拜天去上第四堂课的时候 那这个礼拜天是一个8月份8月底的一个礼拜二 他到了Logan国际机场的时候呢 不晓得是国内机场还是国际机场 总是是在Massachusetts还是Detroit 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再来试作一下 总之他到了机场 因为是8月份还蛮热的 一个8月底的一个礼拜二 但是呢机场大厅的冷气 中央空调坏掉 所以大家在后机室后机的时候 每个人都拿的东西在散 擦汗 很气愤的擦汗这么热的天冷气坏掉 等飞机等了一肚子火 好很生气的在额头上擦汗 汗如雨下 每一张脸他看到了每一张脸 都好像随时准备爆发要把人宰了 那么愤怒的脸的表情 好刚好这个段落讲完 蛮不错 时间只花了21分钟 所以我们表示有时间来试作一下 看这个Logan Airport 到底在哪里 居然会卡住 闹鬼 还会荡漆 算了 再试一次 表示 这个 表示这个页面不好用 Google的好用 居然会荡漆 在巴士顿 国际机场 好 我们知道他到波士顿 就是他们老师家在 Massachusetts 好 试作完了 喝一下我刚刚泡的 精心手工咖啡 嗯 不错 好 我就朗读一下 今天就第一阶段 tuesdays with maurie 耽误有一段时间 也就算大功告诊 稍事休息 我再回到charley mike on the plane ride home that day i made a small list on the yellow legal pad issues and questions that we all grapple with from happiness to aging to having children to death of course there were a million self-help books on these subjects and plenty of cable tv shows and 90 dollar per hour consultation sessions america had become a persian bazaar of self-help but there still seem to be no clear answers do you take care of others or take care of your inner child return to traditional values or reject tradition as useless seek success or seek simplicity just say no or just do it all i knew was this mari my old professor wasn't in the self-help business he was standing on the tracks listening to death's locomotive whistle and he was very clear about the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 i wanted that clarity every confused and tortured soul i knew wanted that clarity ask me anything mari always said so i wrote this list death fear agent greed marriage family society forgiveness unbinnifor life the list was in my bag when i returned to west newton for the fourth time a tuesday in late august when the air conditioning at the logan airport terminal was not working and people fanned themselves and wiped sweat angrily from their forehead and every face i saw looked ready to kill somebody how how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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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六非常愉快 先运助同学 禮拜六周末假期愉快 我们就待会稍晚正规单元回到Charlie Mike 我们再来继续看君仔喜欢的 君士键盘高手喜欢的乐战小说 稍晚再见 晚安